在普通消费者认知里面 机械机芯代表了高端 瑞士制造象征噱头 两者相加 狠狠溢价 而石英机芯则代表了廉价 便宜时会大无必备 可偏偏有几个日系万表 它有点头体 我就是要在石英上面做做文章 谁说石英表不能做高端 我卡修海森不服 其实卡修也是没办法 我印象中卡修好像没有机械表吧 全系都是电子表石英表 按照机械柜石英件的逻辑 那直接没得完来 对不对 所以卡修不但有面向普罗大众的基础表款 更要有能够代表最高制作水准的高端系列产品 如果说MRG是电子表天花板的话 那么海森系列就是石英表的天花板 文武双全 还记得之前拍过的那块8100块的海森T4000阿波兰吧 这次的追尾价格更加的棘手 几乎犯了一个半的跟头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卡修石英表的天花板 海森Menta系列S6000 开枪之前你会发现这边海森它的包装盒和普通的盒子有点不一样 最上面这块亚克力的玻璃面板 蓝绿相间上面印有海森Ocean的字样 是不是这个盒子里面的表不简单的 其实盒子打开来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蓝绿渐变对应的是盘面的颜色 卡修海森Menta S6000SW S 日系腕表因为它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 除了一种眼花缭乱的常规款式之外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定款 我查资料的时候 这枚腕表就和那个全球线来350枚 国内配额10枚的S6000SW搞混了 因为两款表它的设计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枚是数量更加稀少的蓝绿渐变 全球限量50枚 指导价差不多是44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23000块钱 你想带2000块卡修的是普通人 带20000块的卡修是什么人呢 那只能说是皮翼尽人咯 人群中能够认得出这枚腕表 那绝对称得上卡修的骨灰级玩家 这枚S6000SWS它的亮点 就在这个蓝宝石的表圈上面 表圈外延是12面的切割 正面它使用了螺旋切割技术 切出24个微曲面 加起来一共是36个面 表圈底色和表拍一样 运用了蓝绿渐变的真度工艺 通过反射增加了表圈波浪的层次感 而且表圈它采用无边际设计 就像海水向四周溢出 视觉效果更是张扬 看得出设计师希望通过切割工艺 还原出海浪波光灵灵的感觉 从实物的现场感觉来看 它的效果还是非常惊艳 为了配合12边表圈 它的钛合金表壳左右两侧 也做了三面切割设计 有一点点昆仑海军上将的味道 表的延展部分四周都有倒角的设计 增添了几份硬汉的气体 表盘依旧是熟悉的布局形式 6 9 12点 三个太阳能小表盘 加上8点钟位置的小小表盘 形成3加1布局 分别对应不同的功能显示 位居左侧 右侧的C位留给品牌logo 欧式 Gasio 剩下的空档放个日历窗 还是那么的紧凑 毕竟功能多嘛 蓝牙连接LED照明 27层世界时 太阳能动力 秒表 6G电波 应有尽有 表冠和表圈的部分边框 它采用了玫瑰金图层 增添几份贵气 秒针走时的可观性 虽然不如机械表那般有观赏性 但是在指针补偿技术的加持下 每一秒走时 都用精准的指向对应的石标 简直就是强迫症福音啊 太阳镜表带的设计 灵感来自于箭矢尾部的羽毛 每一节表带由四个部件组成 结构还是蛮复杂的 它的表面才用了碳化太处的工艺 能够提高表带的耐磨性 中间它做了一点抛光 要知道给太阳镜抛光 比给不锈钢抛光难度是更高的 所以这根表带抛了 但只抛了一点点 不过设计上面它有点小心似的 这根抛光表带像虾线一样 嵌在表带里面 所以你不用担心在日常佩戴的时候 这个抛光面会受到磨损 它的背面是钛合金的单口 造型和GIS很像 也没有微调机构 但是上面印的是海生的激光石刻 这背面就没什么好看的了 中间深蓝色的底盖 边缘是表款的信息 限量编号 全世界只有50枚的西式真品 不得了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上手的感觉 这面海生它的纵向直径是47.1毫米 横向直径是42.5毫米 尺寸不大 去掉两节表节之后 戴在我的手上 无论尺寸还是贴合度都刚刚好 因为表刻表带是钛合金材质 全部加起来只有88克 分量足够的轻 所以上手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而且表的厚度它很薄 只有9.2毫米 可以轻轻松松的尝到 衬衫啊 或者是你的Polo 3的袖子里面 看到没有 不过我觉得这枚万表太骚气了 不太适合配偏正装的衣服 应该配蓝色的衬衫 那个味道才对 因为我这边 暂时找不到蓝色的衬衫 我找个蓝色的道具 意思意思 配蓝色的衣服感觉有了吧 这个味道才对嘛 对不对 因为螺旋圈它的表圈它是没有边框的 有点像无边际泳池 蓝绿色海洋仿佛要从表盘中溢出啊 我以为是喊着味道 看一看 一出来的是扫起 其实这个颜色是很吃光线的 暗光环境下 黑漆漆的是比较低调的 但是你来到阳光充足的地方 才能充分展现它的魅力 转动放射性表盘 呈现出蓝绿不同的色泽 光线射入表圈切面 经过折射 绽放出如钻石般的光芒 总而言之 这块表你戴在手上 想低调都难啊 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我觉得这个表太轻了 没有凤两片 有时候我都不确定 手上是不是戴了一块表 不光卡修 所有钻合金材质的腕表 我都觉得它们太轻了 这个是我个人的问题 因为我喜欢表戴在手上 沉甸甸的那种感觉 最好是纯金的那种腕表 戴在手上 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表的存在 这不是表的重量 这是钞票的重量 我就喜欢这份重量感 然后第二点 那么刚才也说过啊 就这个表扣啊 它是没有微调设计的 像现在是刚刚好 完全的贴合手腕 出汗以后 就戴在手上就不舒服了 第三就是这个表身上 设计的是比较复杂的 勾勾槽槽太多了 你看尤其是像这个表圈背面 这个连接处 这简直就是藏物纳钩的好地方啊 对于我这种有点强迫症的人来说 有点难受的 最好是你表一天戴完了回家 拿下来 石布擦一擦 然后再把一个小毛刷 那些脚脚漏漏漏的灰啊 给它擦掉一点 不然的话时间长了 就不好擦了 还有一点就是呢 这个包装实在是太简单了 2万块钱的限量款万表啊 你起码弄一点仪式感吧 学学奥米格 学学真理石 矿你一个 精致的大盒子摆在桌上 对吧 这个人的心情是完全两样的 所以说啊 花点成本在包装上面 对于万表来说 这个仪式感真的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高档万表 OK 言归正传 这枚海生它诞生自 卡修三型工厂 独立的高端产品专用生产线 机器采用全自动智能化控制 做工和品质方面是绝对过硬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枚万表它凭什么卖那么贵呢 你要知道 瑞士机械万表 它靠讲故事来维持高溢价 日系十英表 它靠什么走向高端呢 我觉得应该是工 比如MRG 就有融入了日本传统记忆的锤起 中立丸 冲击丸 把青铜器 筑刀 打造头盔等传统记忆 连接日本文化 融入到表款的设计 制造当中去 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因为日本人比较推崇匠人精神 日语里面有个词 叫做 在日语语境中的意思就是 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那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轴 S6000它的系列前作 也融入了许多日本的传统记忆 比如S6000EK 它使用了江湖切子工艺 S6000MB 它使用了石灰 而这枚S6000SW 则使用了螺旋切割 那江湖切子是一种 源自1834年江湖时代 东京地区的传统玻璃切割记忆 在玻璃制屏的表面 进行切割 打磨 在光线照色下 呈现出璀璨效果 应用在表圈处理上之后 也是别有一番韵味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雷克萨斯旗舰LS车门上 它有一种灵光切子的装饰 Keliko 也就是玻璃雕刻的产物 说明日本品牌高端化的方向 传统记忆融入制表工艺 打造高端系列实现产业升级 从文化输出到商业回报 完美闭环 其实你会发现 日本很多传统记忆 最早都是中国传过去的 论备份的话 中国工匠是日本江人的师傅 有时候我会在想 同样是亚洲国家 拥有相近的文化 日本的经验 是否可以作为 中国制表行业的发展参考呢?